明朝万里年间,军中有一员猛将,他转战中国大江南北,先后平定了缅寇之乱,波州之乱,窝口之乱,立下赫赫战功,被誉为晚明第一猛将,又因为他能使中120多斤的宾铁刀,马上轮转如飞,所以世人又称其为刘大刀。 这位猛将就是刘廷,刘廷出身将门,他的父亲刘显适合奇迹光,于大游齐名的抗乌名将,官智都督同志,太子太保,虎腹无犬子,刘廷自幼习武,熟读兵书,十几岁时就随父亲征战,万里初年,刘廷随父亲征讨九思满,他第一个登上城楼。 抓获蛮人首领,万里十年,刘廷任游击将军,负责腾冲一带的防务,缅甸统一以后,基于明朝的领土,数次发动向兵数十万,在明朝边境烧杀抢掠,刘廷成功抗击免扣入侵,杀敌慎重,平定罗雄叛乱以后,刘廷移居四川,受职为五军三营参将,封臣秀吉,出兵侵略朝鲜,刘廷率五千川军奔赴朝鲜战场, 取得了乌领大捷,和李如松一起平定了朝鲜的局势,刘廷也早在父亲刘廷的带领下,身经百战,拥有着丰富的作战计划,受到了朝廷的重用,在刘廷去世的第二年。 也就是万历十年的冬天,缅甸突然开始进攻明朝疆土,眨眼之间,缅甸东御王朝军队便占领了永昌,藤月等地,当时的江西商人岳凤,趁机叛变,与缅甸君王狼狈为奸,时常侵犯明朝边境,得知消息后的明朝皇帝勃然大怒,认为区区弹丸之地,也敢扰乱大明疆土,实在是不自量力, 随即便派兵前往镇压,刘廷因此受到巡抚刘世增的提拔,被受命为游击将军,负责腾越边境的防御工作,当时的岳凤还和强盗联手,率领数十万的叛军羽相队,在明朝边境大肆烧杀抢掠。 无恶不作,使得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,苦不堪言,邓子龙,赵锐等大明将领,受命对其进行镇压,与岳凤等人,先后经历了十多次战役,俘虏了不少叛军,还斩杀了强盗的头领,可谓是大快人心。 而此时的岳凤在还攻打刘子龙镇守的摇关,但许久都没有攻下,可因战事持续已久,城内明军也大都心力焦脆,士气大不如前,恰巧刘廷及时率兵赶来支援,这才让战士们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,一时之间士气大震,岳凤早就听闻过刘廷的威名,因此当得知刘廷率军赶来时,便知道他没有胜利的希望,为了保命, 他将妻儿和下属推了出来,让他们向明军投降,刘廷并不是鲁莽的人,他知道岳凤等人已经不成气候了,便没有赶尽杀绝,只让他交出金牌以及蛮墨、梦密的地盘,随后刘廷便将自己的军队化作是岳凤的军队,以护送岳凤妻儿的名义前往隆川,让明军占据有利地形,随后在岳凤的带领下,率军进东缅甸, 而当时的缅甸精力已经实现得到了消息,便带领心腹和精兵逃离,只留下少量的士兵驻守的隆川,刘廷不费吹灰之力,便将剩下的缅甸军一网打箭,成功收复隆川后,刘廷并未停歇,稍作整理后,就又带着岳凤父子前往满墨, 缅甸军队眼见大势已去,于是便不再挣扎,领队带领战士和向队向刘廷投降,而当时和岳凤勾结的强盗,还想试图反抗,骑着大象就像想要逃跑,刘廷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,直接活捉了叛军的头目, 刘廷也因为平定缅甸,因此名声大噪,不仅授予他副总兵的职务,还特允许官职可以世袭,这是他父亲李显都没有的成就,但刘廷的名声却是毁于参半。 万历二十五年,朝鲜战士再起,刘廷率军抵达朝鲜以后,担任西路军主将,他亲自督战,攻破敌营,刘廷还以自身为诱饵,欺骗倭寇说要谈判,差一点就将倭寇主帅俘获, 因为朝鲜之意作战勇猛,刘廷回国,以后就调遣到西南去平定杨英龙,杨英龙占据了波州作乱,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尊义,这里地形复杂,山地崎岖,大军作战十分困难,明军数次作战很不顺利,可杨英龙一听说刘廷到来,十分担心,立刻加强兵力防守要害的关口,刘廷名不虚传,他率军连克数座城寨, 坚敌数万人,让叛贼损失惨重,杨英龙遣儿子率精锐部队几万人分三路进攻刘廷,但刘廷早有预料,提前射服,将敌人逐个击破,最后波州之乱平定,诸将论功行赏,刘廷战功最多,万历四十六年,辽阳战事紧急,万历皇帝急于平定剑州女真,急召刘廷,让他参与萨尔虎之战,刘廷领兵四万, 连克牛毛,马甲二座敌营,歼灭后金的守军,一战得胜,刘廷率军深入追击,但他不知道杜松以全军覆没,自己成了孤军,刘廷率军继续向前挺进,于一座山岗和后金军遭遇。 刘廷准备布置战阵和后金军决战,但后金军比明军先到,他们占据了高地,从上往下冲击刘廷的军阵,刘廷殊死战斗,勉强顶住了后金军的冲击,但西边又有一支后金军杀出,将刘廷的军阵冲散,刘廷的前营支撑不住,溃败下来,后金军乘胜追击,将后续的后营军队歼灭,刘廷在战斗中阵亡,他的部下大多战死, 其中以他的养子刘昭孙最为勇猛,徒手杀死几个后金士兵,最后被敌人围攻杀死,四万名军几乎全部阵亡俘虏,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刘廷平免寇。 涅阳应龙,战窝寇,历经大小百次战役,基本上无一败计,为何萨尔虎一战,他轻易地就败亡在了后金的手中,根据明史记载,听阵鼠九,好用鼠兵。 九代位置,遂行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明朝在筹备萨尔虎之战过于仓促,其实不只是流听部,就连杨昊也是这样,杨昊作为明军总指挥,也被兵部天天催着前进,最终在明军最不适应的冬季与后金决战,兵部催着决战就是没钱的原因, 为了筹备萨尔虎之战,兵部提前一年就联系各路兵马向辽东集结。 萨尔虎之战明军动用了十万大军,在这十万大军背后是上百万银两的花销,正如前面所说,此时的大明国库已经空了, 为了筹措这十万大军的后勤,兵部起码需要四百万两,为了这四百万两,兵部已经开始向公部借钱了,如果再不催促杨昊进军,兵部自己可能就得向皇帝讨钱了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刘廷带着自己并不熟悉的部队上了战场,即便如此,刘廷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战绩,与刘廷齐名的杜松战死后,刘廷并不知道敌情继续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前进。 最终陷入了后金军的包围,首先是明军整体的问题,萨尔虎之战是一次仓促的出击,明军的准备不足,情报工作也完全被后金打败。 本来是一次棋袭战,但明军还没有出击,努尔哈赤就知道了明军的作战意图,而且明军采取了分散兵力,多路进攻的方式,导致本来优势的兵力被分散。 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,都宗被努尔哈赤全军歼灭以后,刘廷还全然不知,继续率军孤军深入,落入后金军的包围圈,努尔哈赤可以集中兵力攻打刘廷,形成优势兵力的局面。 除此以外,刘廷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刘廷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,他或许可以称为猛将,但绝不可称为良将。 实际上,刘廷和七级光,于大游等人完全不同,他不是民族英雄,而是一个旧军阀,刘廷跋扈自大,盛性贪婪,他镇守西南边陲时,欺压少数民族首领,纵容士兵劫掠百姓,刘廷治军并不出众,他带兵打仗,多以金钱女人作为奖赏,激发士兵勇气,除此以外别无他法。 所以,刘廷的部下,一旦没有缴获到足够的战力品,就会划遍闹市,劫掠百姓。 杀粮冒攻,制造了许多事端,刘廷贪财,自然也就无法约束部下,所以刘廷经常遭到弹劾,被朝廷罢免。 刘廷喜欢用四川兵,但是攻打塞尔徐时,四川兵一直没有抵达,刘廷只能先行出发,没有敢于血战的四川兵,刘廷立刻现出了原形。 他的军队只能依靠奖赏作战,一旦战事不顺,全军就会很快溃散。 这也是刘廷所部四万人,但和后金军只进行了一次大的遭遇战,就全军覆没的缘故。 不过,尽管刘廷本人品行不端,但他在萨尔虎之战中好歹立战而亡,没有投降后金。 后金军在整场战争中只阵亡五千人,其中大半都为刘廷军所杀, 刘廷也算为国尽力,只是这样的将领在晚明时竟成为支柱名将,这实在是以武力国的明朝的悲哀。 它 和你 期机 RIGHT 会 你 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